我不需要准备 他们总是在期待着我开口的下一个句子 演讲的目的绝对不是把队里粉碎 我挺着人群歌中这故事 不自觉提高分辈 就这么真实的就开始了 是吗 Hello大家好 我是张延祺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酷狗首唱会 今晚呢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聊天 我要看哪个机会最好 这个是吧 你们好 都进来了 你们允许我再去调一下头发吗 感觉他们会允许的 快去看 大家很宽容的让我再去调一下 我调一下下 所以这个音乐他们现在也能听到什么 那大家听我歌吧 完美 好像也还好 就这样吧 因为我今天脸被那个蚊子摇了两个包 很痛苦 所以可能侧面会多一些 欢迎琪琪来到我们的酷狗首唱会 前几次的直播好像都出了乌龙 这次再出乌龙要怎么办 感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开始乌龙不断了 但是今天一定不会有的 对今天一定是个完美的直播 那琪琪也是带了新歌过来的吗 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唱一点点吗 轻唱两句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 It's time吧 所以在出生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肯定很普通 普通的家庭远离了富裕但也算不上贫穷 總穿我歌的衣服 所以傷身有點大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讓我選擇了HIPHOP 我把鉛筆當武器 開始嘗試寫詞句 不想跟誰爭強敵 一直想替家人爭口氣 那些半鳥子的對手 真的都讓我特別的累 找清楚 為磁力般被別破壞 本該有的純粹 Time, OK? 謝謝 好的 瑟露 節目組這邊有幾個問題 哦,好的 哦,新歌安麗社 來,我們來看到第一個問題 這次帶來的新歌是什麼呢 簡單的介紹一下吧 這次帶來的新歌應該是孤單的朋友 請你不要害怕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disco 比較復古的一個無厘頭的歌曲 講述了一個非常無厘頭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對,他可能被傷害了 可能失戀了 他正在痛苦的過程中 突然聽到了音樂 就開始跳舞了 對,就比較無厘頭嘛 比較喜劇 所以希望這首歌能給大家的不開心的生活裡面 帶來一些開心的元素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日常生活裡 感到孤單的時候會做什麼 我其實很享受孤單的狀態 所以我經常會把自己放在一個 就是比較自閉的狀態裡 就不會太多的出去玩啊 這種 所以基本上都在 都在孤單嘛 挺好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很喜歡 滿分100分的話 給這次新歌打多少分 其實這首新歌我蠻喜歡的 這首新歌我覺得可以打 打 90分 打 85分吧 打 85分吧 85分吧 15分扣給我自己 就是唱的不夠好 衣服鏈接 這個衣服 還不錯吧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今天比較喜氣嘛 畢竟今天是個開心的日子 所以選了一個比較開心的衣服 然後 下一個問題 請用新歌歌名 孤單的朋友 請你不要害怕 做一首三行詩 孤單的朋友 請你不要害怕 你看我的身材好啦 我在說什麼 這是什麼 不行 正經一點 孤單的朋友 請你不要害怕 這個交朋友 需要付出代價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聽我的歌 一個人在家 沒錯 所以大家在家裡面可以聽我這首歌 你也不會孤單了 你也不一定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 你可能家裡面跟大家一起分享這首歌 一起聽這首歌 也能感覺到不孤單 那剛剛也介紹了這首歌嘛 那給 讓 給直播間的朋友唱一段吧 好的 來 親唱兩句 還 或者跟唱兩句 要不跟唱兩句 先唱兩句吧 從 想想歌詞 已經忘記歌詞了 因為是新歌 一句話 一首歌 一直眼 一滴眼淚 畫面停在這瞬間 起來的閉上眼 這房間已經沒有你的笑 是這個歌詞 忘記歌詞了 怎麼辦呢 那你們多去聽一聽 幫我唱一下 好不好 已經沒有你的笑 多想再聽一遍 好的 謝謝 完了 這個新歌總是忘記歌詞 可以理解 怎麼可以這麼快就忘了 知道為什麼這麼快就忘了嗎 是因為我已經開始準備下一首歌詞了 最近這幾天 腦袋裡面已經全是下一首歌的計畫了 來點劇透 劇透的話 今天是來推薦這首歌的 所以就不要過多劇透第三首歌了 然後這首歌的話 大家應該也看到一些視頻了吧 劇透就是我覺得拍攝的那些視覺的物料 我還蠻喜歡的 就跟一個很帥的帥哥一起拍的 他負責導演了這次的 也不能叫MV吧 算是一個概念片 一個有趣的短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這不是最後的結果 下一個挑戰 有請酷蓋七七念一段繞口令 用重慶話加說唱的形式演繹 大家能看到這個繞口令嗎 大家看不到 那我就直接給大家念了啊 這個繞口令的名字叫馬大媽和兒子馬大哈 那我用重慶話念 希望大家能聽明白 還能帶說唱的節奏 是吧 看看跳行了 感觉已经是咒语了 这是绕口令吗 不过还可以 这个对于川瑜人来说 怎么都说我在骂人 这节目组给的 也不是我选的 不管我的事 对 这个绕口令 可能因为崇津话吧 普通话就还好 普通话就是 马大哈 马大妈 马大妈叫马大哈 不要马大哈 但这个绕口吗 感觉这个对川瑜的朋友 还是比较友善 没有错 我们要看一看 朋友们在说什么吗 朋友说 大家都在哈哈哈哈 你们这样哈哈哈哈 让我很难接话 你知道吗 爆炸头的头套 那个爆炸头 还是很难搞的 就那个造型 因为还是比较 比较神奇嘛 再加上我之前 其实自己也有留过 这个爆炸头的发型 但是之前是我自己 真的头发 做了15个小时 我的一个好兄弟 给我做了 做了15个小时 就特别痛苦 所以这一次比较聪明 直接买了一个现成的 直接套在了头上 晚饭吃了吗 我刚刚吃 在三分钟之前 刚刚吃了晚饭 吃完立刻就来和大家见面了 所以朋友们可以边吃晚饭 边看咱们的酷狗首强会 那个爆炸头居然做了15个小时 但是之前的那个爆炸头 不是这一次的 这一次没有15个小时给我做头发 之前那个确实是 因为之前那个先做成了黑人的黑人烫那种脏变 对脏变 然后绑了15个小时 非常痛苦 我还记得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之后的话 其实感觉就是有的发型 我都已经尝试过了 之后可能会 主要我这个发际线看优 朋友们 别再让我尝试有挑战性的发型了 真的 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不行了 到了下一个环节了 好的 让我们看看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节目组准备了五道奥学题 差点看成奥数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以为要开始做数学了 准备了五道奥学题 每题20分 请七七现场答题 并计算最终得分 好复杂 听起来很难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懂了 大家非要装作我很懂的样子 第一题 第一题 被称为最机二人组的是哪两个人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有有们 这是一道送分题 来大家把这个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 让我看一下 好吧 朋友们给我看一下 被称为最机二人组的是哪两个人 三 有人说三 三 拿ABCD 哪里来的三啊 朋友们 而且为什么有ABBD 这个选项啊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选项太离谱了 这个选项给到的答案是 ABBD 就没有C嘛 就是因为知道你们答不对就选C 所以没有给你准备C 所以大家选的是谁 大家说的都是C和D 那就是 咱们的星辰和大鼓 哎呦 大家还是很专业 没有错 这个这两位朋友呢 经常就是同坐一辆飞燕一号 同时坐飞燕一号出任务 然后被打到地上 然后大鼓变成奥特曼 所以答案就是星辰和大鼓 都不公布答案的吗 答对了 好的 第二题 你认识几个奥特曼的眼睛 这个 我觉得只有非常爱看奥特曼的人才会吧 主要是我这个年代久远了 我感觉这里面 这里面我认识的奥特曼已经很少了 这个朋友们帮我答一答呗 答不好 答不好的话好像要受惩罚 就我还是希望 第二个我知道 B嘛 B是迪迦嘛 这个眼睛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我的偶像迪迦 是B A A这个长得很帅 皮肤油黑的话 应该是那个 A是 盖亚奥特曼 A是盖亚奥特曼 C和D我就不知道了 C和D应该不是我这个年代会看的 有朋友说来给我一点名字 我就照着念好了 赛罗 有人说是赛罗 赛罗的话 那我觉得D是赛罗吧 D是赛罗 C C是什么 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就说让我受惩罚吧 那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直接让我受惩罚 艾可斯 孟比欧斯 没有孟比欧斯 这里面应该没有孟比欧斯 那就是赛文赛罗吧 但肯定不是 没有赛文奥特曼 就 赛罗和 戴拿吧 就这么猜猜 C是戴拿 D是赛罗 只有B是对的 啊 不可能 B是迪迦 对吧 A不是盖亚奥特曼吗 不是 他不是盖亚 我不信 我不信 盖亚 不是他吗 不是 那A是谁告诉我 A是戴拿奥特曼 戴拿 戴拿是哪个年代的 可能 不是我这个年代看的吧 我已经老了 完了 已经渐渐有隔阂了 对不起 奥特曼 C是盖亚 然后 C是盖亚 D是高斯 不是 他们的眼睛说实话 都长得特别像 朋友们 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这个不要 不要算 算 算在我的身上 总共 总共五道题 20分一题 20分一题 如果你错两个的话 所以还有之后一道题 是吗 还有 还有好几道题 对不起 数学有点差 总共五道题 做了两道题 还剩三道题 好的 怎么都在说惩罚我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 惩罚我就是直接结束直播 朋友们 那好吧 我只能勉为其难地 接受惩罚了 再见 好的 以下都是 以下都是 哪几个奥特曼的变身器 请挑选两个模仿人间体的变身动作 这个简 这个简单 这个是盖亚的 这个是盖亚的变身器 盖亚的盖亚好像很简单 完了 完了 忘记了 它非常简单 它非常简单 它只有一个动作 我试一下 可能是这个动作 盖亚 应该是这样吧 在我记忆中是这样的 你们有答案吗 感觉这里面应该是属我 最懂奥特曼了吧 那我说它是对的 这是对的 对 然后第二个我知道的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 是那个 哎呦 这个是那个泰罗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 是泰罗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徽章嘛 是戴在肩膀上的 所以它变身的动作是 你拿着吧 后面两个我也不认识了 所以它变身的动作应该是这样的 先要插腰 我冲着谁一遍 冲着你一遍吧 它变的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 最后一个动作 应该是这样的 对 它是先插腰 两只手插腰 再摸左边肩膀上的徽章 再拿到右边 好像还要再打回来 再打到天上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没错 专家 所以刚刚那个徽章叫什么名字 还有名字吗 小时候哪里知道 我看的是这个外文版的 所以他们对话内容一概不知 他们的对话内容我一概不知 那就两题了 好的好的 算对吧 知道怎么也得算对吧 不错不错 下面奥特曼的绝招名字 这是人能问出来的问题吗 奥特曼 今天要是这样弹幕有一个答对了 今天我认罚好吧 这给我气的都不会说话了 迪迦奥特曼的我知道 迪迦奥特曼的很难 就它不是那种正常人类的名字 你知道吗 不是什么动感光播 朋友们 它的名字都是那种 一个感觉是音译过来的 都是什么比如迪迦奥特曼的 好像叫什么斋 木村拓斋 什么斋 什么 配 斋 配流斋 极光那种东西 就不是正常人的 对 大家不要以为很简单 大家说是 不是的 他们每一个技能都有一个那种 音译过来的名字 所以很难 反正无论是什么 都是奥特曼极光吧 对对 哇 居然有人知道 对就是那个什么配 斋配 太难了 朋友们 我放弃了 我从此不再看奥特曼了 还有人说是什么 斯派配母光线 朋友们 你们一定是查到的吧 这简直 我不信 对吧 我们这些90后小朋友 没有人会在不查阅资料的情况下 对对对 斋配 不知道 我放弃了 挣扎失败 后面还有什么题 这两个我都不认识是哪两位奥特曼 就感觉应该不是我这个年代的奥特曼 斋配力奥光线 好的 太难了 这谁记得住啊 最后一个是有个口头小作文 要以要相信光为题 分享一段和奥特曼有关的童年趣事 和奥特曼有关的童年趣事的话 就是这个也讲过了 讲过很多次 讲过很多次了 就迪迦奥特曼大结局的时候 他不是被变成石头了吗 然后电视里面 就是剧情里面 奥特曼就给全世界的小朋友说 说这个要一起做那个迪迦奥特曼的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什么配的 那个激光的手势 然后小时候我也会冲到电视机面前 就跟他一起做 我就觉得我在电视的这一头作业 能给迪迦奥特曼力量 所以我觉得吧 从小叫相信光 我觉得讲的不是说奥特曼这件事 讲的是相信正义 相信正义的力量 没有错 完美 要相信光朋友们 复活迪迦 他刚刚五道题 错了三题 好家伙 然后惩罚就是你挑一个奥特曼的面具 戴上然后跳那个 好的 对不起奥特曼了 我居然要带着他们的面具 跳我的舞 感觉 这个面具我戴过 这个面具老熟悉了 这个我戴过 这个我非常喜欢 我自己还留在家里了 那我就戴一个不一样的吧 哇 这不是这是 这是捷克奥特曼还是初代奥特曼 他不错 他看起来脸比较圆 那我就戴上了 我觉得效果很不错 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你们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的朋友们 那么准备好带来我的舞蹈 谢谢大家 每个世界相互明白 借你穿的衣服 戴上面具 整个人都变得自信了 调整一下我的衣服 我甚至不想取下我的面具了 我觉得很好 录屏了 我不怕 我不怕你们录屏 你们这个放出去 谁知道是我呢 谁能知道我是谁呢 谁能知道我是谁呢 没错没错 现在这个面具戴都戴了 戴都戴了 对都戴都戴了 这个面具看到的东西也好奇怪 奥特曼欢乐小剧场 请七七完成以下两个选项 一戴上奥特曼面具 模仿节目组给她的表情包 那我们先来完全第一个吧 准备的还挺多的 谁还为我送了一个心动 你对这样的我心动了吗 第一个 不怕困难 勇敢敌家 还是很还原的 第二个 我不管我也要 都没有人扶着我吗 我好好好难 我好难 不错不错 我觉得完美生化员 下一个理直气壮 好了吗 完成了 我还要摘下 我都不敢摘下来了 我怎么还 我怎么 我怎么还好意思 用我的真面目示人啊 我希望永远不要摘下这个面具了 我应该换一套衣服再来 完了完了 这大家不就会看出来是我了吗 好的好的 要勇敢面对 已经没法面对了 你知道吧 就哪有 你见过哪一个奥特曼 就打完怪兽就变回人间体了 打完就变回人 很尴尬的 肯定都要先飞走 再变成再回来 难受 那么我们看看 你 我 我 我 少儿频道主持人 我 不错吧 小时候 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么好看的一档少儿节目 那我肯定 天天都看电视 真的 来吧 我们开始下一个挑战吧 第二个挑战是用重庆化为视频中的奥特曼配音 配音我擅长啊 我 哎呦 谁还给我戴上了皇冠 谢谢你 这个配音小王子已经上线 哎呦 突然没有特效了 这个特效来的快去的也快 尴尬 好了 我找好准备了 因为咱们这里的技术有限啊 朋友们 你们只能看到我手中的平板 只能通过我手中的平板电脑来看到这个画面啊 希望找一个没有这个反光的角度 老师 您找好了告诉我 我来点一下播放 稍等 准备 不放箭在哪里 要不你来点 我们一起喊 三 二 一 开始 哦 呦 这个声音哪个人个大 骑摩托车 奥特曼骑摩托车 我好喜欢骑摩托车 哎呦 这个摩托车那个人个人开 把手在哪里 这个摩托车还打我老口 真的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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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哎呦 这个摩托车那个还生气了 糟了 哎呦 哎呦 哦吼 咱们 把被个五只给切了 赶快赶快 把他摆好 这一会儿都被我砍得起 了不得 赶快把他摆好 糟了 糟了 我还是加装摔刀了嘛 哎呦 不要我救我干 不要我救我干了 哎呦 弄坏一个 哎呀 糟糕 太过分了 一场混乱的 我都没看过这一集 这是哪一集 奥特曼好惨 感觉被怪兽一顿暴打 经典老范 经典中的经典 没错没错 走了 哈哈哈哈 怎么大家 哈哈 就不必打出来了 来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 彼此都有什么喜欢的超级英雄 直播和我们一起看 好想学重庆话 重庆话不需要学 重庆话跟普通话没有区别 重庆话 重庆话 不需要学 不需要学 你看就没有区别 重庆话跟普通话很接近的 就稍微改下自己的音调就会了 对头 对头 和广西话 广西话 像吗 我不会广西话 我很难 很难说像 重庆话和尊艺话像 那不是当然了 云桂川 大家这么接近 是很像的 嗯 冯西西和家老脸 哎 又有个重庆奔迪 兄弟和紧来了 还这些专业 好久没听到哪个名字了 冯西西 嘿嘿 这可以的 可以的 很专业 杭州话 哎呦 学粤语 我很 我粤语最近才学了 小 小火生 小学生 是这样讲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就把这段删掉 好的好的 东北话 来 有新的任务要过来了 朋友们 新的任务 节目组在微博向粉丝 征集了很多作业 啊 是要我完成作业吗 我于是让我批改作业呢 我正想体验一把这个看作业的感受 结果是我需要抽四到五分完成 好吧 没有想到你们怎么天天给我布置那么的作业 第一个作业 我念出来啊 来自给我打一针正定计的朋友说 想看张延祺富有感情的读粉丝 彩虹屁 那彩虹屁在哪里呢 哦 就是现在他们给我的哈 那现在给我吧 我会富有感情的 无论你们说的是什么 我都会富有感情的朗读出来 出 出来 我一定可以的 但是你们刷的太快了 我怎么办 我根本抓不住 我没有这个速度 无论你们说什么 我都会念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 成熟艺人的觉悟 随便来暂停一句好吧 老师 牙刷 张延祺好帅呀 天呐 这个是从今话 再来一个 三二一暂停一句老师 妈妈爱你 嗯 好的 好的 来 再来一句 晚 哎哎 刚才那句很好 老师 你故意的吧 刚才有一句非常好的 这这不暂停 现在这个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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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暂停 没有用啊 老师再给我来一句 有内容的好吧 再来一句啊 哎 也辛苦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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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行啊 老师 放过我 来一句正儿八经的 大家给点 正儿八经的那种彩虹屁 咱们今天这一个作业 就算完成了 好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 希望大家多发一点 正儿八经的 正儿八经的彩虹屁 好的 随时可以暂停 老师 你看到自多的那种 就暂停 好的 没关系 老师看到自多的 就暂停 老师 非常着急 他想找一句完美的话 来证明 他的这个抓牌 哎 找到了 哇 这个有点太好了 我读上面那句吧 什么 什么你是满意的作品 是美神精心设计的 童体 是怎么也写不出的 无尽的美好 线条 是欲望之神 是炙热 我的天哪 还是可以吧 我已经很有感情的朗读了 我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这些话了 好吗 我们开始下一个环节 还有作业 可恶 我以为结束了 来吧 下一个作业 不用再刷了 朋友们 我不会再念了 永远不会 得来一个复古的穿搭教学吧 我觉得复古啊 复古这件事情呢 你得怎么说 其实很简单 就尤其是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女生啊 因为很多小猴子是 女猴子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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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猴子 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 是女的猴子 对 因为很多猴子 小猴子是女的猴子 所以你们女生很好复古 就是你去找你的爸爸或者爷爷以前穿的衣服 但可能小一点的朋友不太行啊 就可能要大一点的 可能二十来岁的 你找你的爸爸爷爷 他们穿的那种 而且一定要找正装啊 西装或者是那种 尤其是以灰色 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的正装都以灰色居多 找一件穿上 相当复古 我觉得女生去这样穿挺好的 但男生的话就不建议你们穿妈妈或者是奶奶姥姥的衣服了 对 因为不太复古 因为比较比较前卫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怎么大家对这个称呼不满意 不是那怎么形容吗 女的猴子吗 那我怎么说吗 猴女士 猴子女士 我已经想不出更礼貌的形容了 朋友们放过我吧 猴子姐姐 对对对对 sorry 猴子姐姐 对 有很多猴子姐姐 但妹妹怎么办呢 猴子姐妹也不太合理吧 我是很严谨的之后选择叫 对吧 那比我小的我不可能叫姐姐吧 得叫猴子妹妹 如果说猴子姐妹显得我很奇怪 好了 跳过这一题 我们下一题 来自这个虚无感情记录仪 他说 张延祺你跟我们讲讲 你为啥想到写这样一首歌吧 这首歌呢 是因为其实是想写一首比较开心的歌嘛 虽然最开始他创作的最开始的动机是想写一首难过的伤心的情歌 但是没有想到写到一半突然就觉得算了 干脆写一首放肆的开心的歌 所以说就写到一半的时候 歌也是这样嘛 在前半段还有一点悲伤 然后到后半段就突然画风一转 变得无厉头 开始跳舞了 所以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听到了 也能觉得很开心想一起跳舞 对 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的 我们要开始下一个题了 火锅在桃丸子说 你们的ID是怎么取出来的呀 火锅在桃丸子说 张老师可以富有感情的朗诵一下 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的歌词嘛 怎么你们都这么喜欢听我朗诵啊 我知道我的普通话确实很标准 但是总是让我朗诵我也会害羞的 行吧 那我就为大家朗诵一下吧 所以没有人为我提词是吗 那我就自己来 歌词是啥来着 一句话 一首歌 一只眼泪 画面停在这瞬间 期待的闭上眼 这房间 已经没有你的笑 多想再听一遍 flow错了 等一下 多想再听一遍 也许你还在那儿等我 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反正我不会轻易地相信 这发生的一切 竟然全都是真的 Am I Am I Hypnotized 我都不会念了 你们给我整的 放弃了 好 这一题 太难了 太难了 没有想到你们 这一届 真的这一届的猴姐猴哥 很难带呀 英语有待提高朋友 我这个 有感情的朗读 好的 今天 这个朋友们的作业 我也算是做完了 看看 看看我需要干什么 我去看一看 什么 怎么开始diss我了 你们也太过分了 这个咱们的酷狗 有提出直播间的功能吗 这些朋友说 说说光在送什么东西 我看不到在说什么 注意单词的重音 重音是什么 所以它不是 hypnotized吗 hypnotized 难道是 hypnotized 它重音难道不是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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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重音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单词想当年 想想想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反复练习了至少 至少三个晚上吧 每天花出了一个小时 就只念一个单词 就我觉得还是念的很专业的朋友们 及格不能太多了 可恶 太可恶了 那我还是回去再练习一下吧 好吧 但是没有办法 我普通话都这个水平了 这个英文就更难了 我先把普通话学好 频响舌音 我最近的频响舌音 我觉得练习的还是很不错的呀 对吧 尤其是我歌里面 至少我唱的歌里面 不会频响舌音不分了吧 我读的都对 没错没错 好的 让我们看一看 标准 辣豆缩从进化吗 对吧 普通话确实进步了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普通话真的进步了 因为前两天和那个 曾涵江一起录节目嘛 小曾同学那个普通话听得让我才是回到了当年的感觉 就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还是很标准的 来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吗 下一个环节 希望不要再是整我的了 为粉丝们录制一段电话来电铃声 和为小猴子们拍五个专属的表情包 我觉得现在这个直播呀 有问题 怎么都是让我来做呢 我以后要搞一个直播 就是随机抽五位线上的粉丝 连线进来让他们跳舞唱歌 让他们用普通话朗读 可以啊 来吧 那我先为大家录一个这个来电铃声 来电铃声的话 应该是来电提示音吧 对吧 你敢抽我就敢来 我看到你了 8233X 你不要跑 你都没敢给自己取ID 你但凡有ID就不敢说出这样的话 来 录一下我们的这个 录一下我们的这个来电铃声 没有任何词语给我吗 是让我自己发挥吗 自己发挥 都给我气了 自己发挥 完了 自己发挥 我真的没想好说啥 自己发挥的话 好的 来电铃声是他的电话给别人打 还是别人给他打 还是 是怎么一个概念 就 哦 就他的手机响了就会放出我的声音 是吧 好的 321 大家可以录制一下 到时候可以用 嘟嘟嘟 来电话了 嘟嘟 嘟 还破音了 破音了 嘟 嘟嘟 嘟 来电话了 嘟嘟 电话来了 快接电话呀 嘟嘟 嘟嘟 别睡了 来电话了 好用 但有一说一 我之前给自己 怒过那个闹钟 闹钟 就我自己 因为高中读书的时候 特别难起来 因为高中早自习 都六点左右 七点开始上早自习 就特别 我就是那种特困声 然后我就把自己 捂在被子里 然后用尽人生最大的力气 吼了一句 起床了 快起床了 然后就是用最大的声音 对着手机吼的 然后每天早上 都是那个闹钟 把我自己叫醒 特别好用 所以我推荐大家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 设置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闹钟 没错 敷衍啊 不是 电话铃声 你们还想要怎样啊 电话铃声太好听 就没有人 没有人想接电话了 你知道吧 电话铃声和闹钟的精髓 就在于它要特别难听 这样你特别想中断它 这样你才会立刻接起电话 比如我唱两句歌的话 就大家就会特别想继续听下一句是什么 就不想接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电话铃声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这个越越简单越好 是吧 确实 大家好像情绪很激动 但是大部分人都说有点道理 我简直是 我就觉得我说的是没有错的 我这个讲道理还是很有作用的 重庆话 重庆话也是 重庆话的都也念都啊 朋友们多多多来电话了 多多多来电话了 多多多摸睡觉了来电话了 重庆话你不觉得很眠吗 就让你想睡觉 就反而不想接这个电话了 对吧 第二个任务是为小猴子拍五个专属的表情包 好的五个表情包 第一个表情包是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礼 礼 礼不礼貌 礼 天哪 这个词我都念不出来 好的 你礼貌吗 应该怎么拍呢 朋友们 我这个有点想不到了 大家帮我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一类的表情包 所以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动作 这样你们给我一个动作我来做好吧 咱们要互动啊 咱们要互动起来才能够脱衣服拍 这位朋友请直接离开直播间 我要给王景打电话了 喂王景吗 王景吗 有人吗 有人吗 直接把你抓走 你小心一点 太过分了 达妹那样拍 这样吗 但这个跟礼不礼貌没什么关系吧 这个应该是我不要 我拒绝 手指屏幕 手指镜头 扶额头 手一边指镜头 一边交叉一边扶额头 还要倒立 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不礼貌了 朋友们 那我觉得就扶额头加指镜头吧 好 三二一 第一个已经结束了 你礼貌吗 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表情是什么 朋友 这位朋友已经开心地看起来手机 他已经忘记了 他再要给我第二个表情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刚才不是做了吗 三二一 不错不错 无所畏惧 第三个是被命运扼住喉咙 被命运扼住喉咙 不行太丑了 再重新来一个 至少得好看一点 对吧 不错不错 下面一个是 我不理解 对 我已经会强达了 我觉得我不理解 这个很适合此刻的我 完了 这些表情包都好可怕 希望有朝一日不要被我看到 最后一个是莱雅家人了 这什么玩意儿 我觉得这个得是动物图 你知道吧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么多表情包够你们用一段时间了 就希望不要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表情包 好吧 不然我会很痛苦的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拍个腹肌 这些人 赶快提出去提出去 进化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环境 我居然有偶像包袱 我也不是我想有偶像包袱 是因为我确实看过一些 表情这个失控的照片 然后被朋友当作就是 跟我对攻 表情包对攻的时候 用来攻击我的素材 我甘拜下风 所以我还是希望 不要有太多这样的照片铲除 不错吧 不错 天哪 这真的没有王景来管一下这个评论区吗 大家太过分了 真不错 真不错 喇叭 喇叭 不错 等一下你私信发我 我马上回去就把私信关了 又有下一个折磨我的环节了 朋友们 奥运结束了 但运动不能停 请稀稀科普一下 跑步的技巧 并现场示范 好的 因为奥运会 其实大家也有看嘛 像跑步 大家也知道我高中学田径的嘛 在我们田径人心中啊 就有这个田径 中国的田径之神啊 苏炳天老师 这一次呢 也是在这个奥运会里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而且也是刷新了之前的记录 就是在我还记得我在读书的那个年代 大家就会坐在房间里面 因为我们会看一些田径赛嘛 什么钻石田连这些田径赛 就看田径赛的时候就会觉得苏炳天老师好帅好帅 然后这一次果然就是帅出天际线了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教大家就是怎么去跑步啊 但我就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高中也是练田径的嘛 然后现在高考不知道还有没有 应该也还是会有什么800米1000米这样的体育考试的 所以跑步的话其实特别重要的两个点 第一个是协调嘛 就手和脚要协调 没有错 我这么不协调的人居然在教你们协调 你说离谱不离谱 这个手脚一定是要协调 很多人都以为跑步就是用脚 所以跑起来 显了个鼻涕啊 所以跑起来特别累 其实跑步不光是用脚 还要用到手 手的摆臂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短跑的时候 短跑的时候 你手摆臂的爆发力 就是你所以看到有的短跑运动员上肢很粗 很强壮 为什么还能跑那么快呢 就是因为他上肢摆臂的力量非常的大啊 所以你一定要用你的手去摆臂 带动你整个身体的前进 第一个就是协调 第二个就是气息 看有位朋友说的 就是经常差气怎么办啊 这样差气就是因为你没有调整好你的呼吸 因为很多朋友跑 尤其考试跑800米嘛 很多朋友就憋着一口气 跑跑跑出去50米 跑出去100米 就再开始呼吸 那肯定一口气就差过去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学会的 其实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古早了 就是我们学的好像已经是很早之前的方式了 就是应该三步呼吸法吧 就三步呼一下 三步吸一下 就是在长跑的时候可能会有用一些 但是可能已经不先进了 建议大家正儿八经要学 还是问问你们的体育老师 但是跑步 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意志力吧 三件事吧 前面是协调和呼吸嘛 最后一个就是意志力 800米和1000米 其实就是看一般的中小学生 有没有这个意志力 能不能坚持下来 因为它没有超出你的体力的极限 就要跑还是能跑的 只要坚持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 可以的 有人问用嘴呼吸 还是用鼻子呼吸 那当然最好是用鼻子呼吸了 就很少机会会让你用那个嘴呼吸 有人说 800米已经被我杀了 你有点过分了 但我感觉你应该没有动手成功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800米 大学都跑3200米 真的假的 现在都这么夸张了 3200米的话 我建议还是 还是平时也多锻炼一下吧 如果你平时都不锻炼 就想着考试那一下去的话 那估计够呛的 估计是跑不下来的 就平时其实每天跑个几拳 因为之前我也读过书 没想到吧 朋友们我也读过书 我读书的时候 晚自习就会去操场 没事的时候自己跑两拳 对不对 跑两拳对这个身心也比较健康 你可以约你的好朋友一起跑 一边跑一边聊天 对不对 这样其实也不枯燥 然后也能锻炼你的整个体能 就每天锻炼一小时 所以朋友们 还是要多锻炼 什么有人质疑我读过书 你太过分了 你没有朋友 你没有朋友的话 那去跑步应该能认识不少朋友 因为操场上有很多 其他班级啊 其他年级的人也在跑步 对不对 说不定跑着跑着 你们就成好朋友了 所以运动也是可以帮你们交朋友的 可以约我吗 不可以 再见 我已经不想再跑步了 我就想 我就想躺着 好的 我锻炼了吗 最近有锻炼 最近锻炼的频率还蛮高的 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节目吗 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然后这个节目需要非常大的锻炼的基础 然后 竞技就是这样 你不锻炼 你不认真就输了 人生也是这样 所以说我最近也在努力的锻炼了 希望能够变得更厉害一些吧 那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 还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那我就提前结束了 再见朋友们 好的 不能再见 那我们再聊一会吧 看看你们想聊什么话题 来 你们想聊什么话题告诉我 除了什么陆腹肌 拉点拉低点 什么倒立 这一类的就可以直接走了 跟我们聊点正常的话题吧 让我见识一下 直播间也是有正常话题的 真的 我做艺人这么几年 从来没有在直播间 看过正儿八经的问题 让我见识一下 为什么有一个人 那么执着的要叫我爸爸 一直在那叫爸爸 太过分了吧 我不想认你 我拒绝 讲个冷笑话 这个冷笑话 我最近讲了很多遍了 但是我还是在想讲一遍 羊和鹿和老虎 去7-11买东西 为什么鹿和老虎被打了一顿 但羊没事 因为7-11不打羊 怎么样 这个笑话还可以吧 最近我听的最好笑的笑话了 简直是笑话之精髓 但感觉大家都听过了 冷死了 这么热的天 给你们讲点冷笑话不错 真肥成功了吗 没有 最近 最近 最近又瘦了 虽然不忍心说出来 但是最近又瘦了 最近又瘦了一斤多 所以还是 蛮难的 希望之后可以长胖一点吧 MV MV怎么了 MV 那个不是一个低厅吧 他也不是个MV 虽然总共两个磁组 大家都说错了 但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在一个小的怎么说也不知道酒吧 就当是舞厅吧 在一个舞厅里面拍了一个概念短片吧 趣事就是有几个大爷大妈应该叫大哥大姐啊 有几个大哥大姐 然后大哥就特别活跃 就戴了一副墨镜 当时我跟导演就聊天说 说那个大哥应该是来抢我戏的 就特别有范儿的坐在那里 然后我还特意跟他拍了一张照片嘛 应该是被当作封面了 就是我们俩戴着墨镜在握手 就感觉就他们还挺有活力的 很有趣 就包括教他们学我这个舞蹈的时候 他们都学得很快 所以你看看连大爷大妈都学会了 咱们的猴子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们 能不能安排一下 跳起来 Vlog 最近可能不会 因为最近都在做歌嘛 最近时间被压缩的还蛮紧的 而且包括最近也在备战嘛 备战下一轮的比赛 所以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都去用在这件事情上了 所以如果要看我分享视频的话 会需要再等一下 对但肯定会有的 因为其实又有一个概念的内容 就类似亏这样的短片吧 不算是记录生活的 是一个概念的短片 其实很早之前就想拍了 最近也会抽空把它拍掉 所以希望能和大家见面 但是先提前打好预防针 应该是很无聊的一个视频 就可能需要 需要一点不一样的审美 才能看的一个视频 会有纯rap嘛 之后应该会有的啦 因为这几个歌我讲了嘛 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吧 就是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能跟我原来做的风格也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需要 尤其是在像我现在这样这个年龄 需要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但是像我最擅长的风格 和我最擅长去讲的故事 肯定也会和大家见面的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没有错 我升级为四星了朋友们 了不起了不起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看起来很厉害 好的 又来了下一个 请现场首会 酷小狗并签名 完成后展示并介绍创意来源 朋友们快给我点创意 我必须要互动起来 我该在上面画什么 酷小狗 我长得好看 我一边画一边讲 我这 画成猴子有点过分了吧 朋友们 但是我就喜欢满足你们这么离谱的问题 先给他画上刘海 我的手染色了 他现在已经很像一个猴子了 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像了 已经极限是一个猴子了 然后还要画什么 还画成狗 他本来就是狗啊 朋友们 我先写上我自己的名字 先写上了我自己的名字 还要给他画个下垂眼 他的眼睛已经很下垂了 朋友们 完了 我把它画得好恐怖 加好猥琐 怎么办 救救 救救我 救救我 还要再画一个 还有救 还有救 朋友们 好丑 你们太过分了 我是完全按照你们的这个需求画的 那我把它画得可爱一点 这个也要写上我的名字吗 我真的不忍心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要写上其他人的名字 这个不错了吧 这个比刚才那个稍微好看一些吧 朋友们 解说一下就是我觉得他眼睛有点小嘛 我希望他是一个可爱的大眼睛 就给他加大了一下他的眼睛 然后他这个睫毛有点短嘛 我就给他画了一个长长的睫毛 希望好看一些吧 然后给他画了两个酒窝 但是不小心画成法定文了 也就这样吧 本来想给他画一个咧开嘴笑的样子 他好像画成了一个香肠嘴 然后总体设计就是这样了 没有想到 你看还是有人说好看的 谢谢你们 放床头好啊 放床头每天醒来看到他 就会安心的睡去 没有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还有一个 好这个我正儿八经给你们画一个好吧 刚才那两个都是 都是比较 剑走偏锋的 这个给大家画一个可爱的 不是他已经把所有可爱的元素都已经 都已经做出来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想给他画个酒窝 他有了 想给他画个 这个笑唇他也有了 想给他画个咪咪眼 他也有了 他已经占据了所有可爱的元素 爆炸头 我怎么给他画个爆炸头 给他画个眼睛 我给他再多画一个眼睛 太难了吧 给他画个舌头 哎不错画个舌头之后 好像是可爱一些了 这位朋友还是有一点技术的 画个睫毛 哎不错不错 这两位朋友说的还是 还要画个类质 感觉总体腮红 这个不是腮红吗 腮红是什么东西 画个手表 你们在为难我 但是我就是 就是如此的溺爱 然后手表给你们画好了 希望永远都是七点 好的 为大家画好了 空气刘海 别再折磨我了 怎么越来越专业了 给他没假 不是怎么越来越多了 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画好了 没假 没假 开始了 没假 看好 给他没假了 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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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结也画了 蝴蝶结还要什么 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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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 耳环也画了 腹肌 腹肌 腹肌也画了 腹肌也画了 修手吧 修手吧 腿毛 他没有腿 朋友们 你发现了吗 他没有腿 我真的很难 很难画的 还画个链子 链子也画了 链子也画了 朋友们 鱼线 鲨鱼鸡 都画了 都画了 他现在已经 潮流都不能再潮流了 朋友们 真的 别再要求 鼻红 鼻红 极限了 不能鼻底 蓬蓬真的 已经不能太捧客了 就真的 没见过 我都没见过 这么捧客的 酷狗 特别不错 特别不错 找个地儿签名 我都没脸签名了 蓬蓬 我觉得这是你们做的 我不仅要写上我的名字 还要写上花果山全体 写个花果山 写上了 这个必须证明 不是我自己画的 全是你们画的 好的 谢谢 粉丝朋友们 如果喜欢这个酷小狗的话 可以关注酷狗首张会的官方微博 带上话题酷狗首张会 转发张燕琪的直播预热微博 就有机会获得签名的酷小狗了 太酷了 我真的没见过这么酷的酷小狗 就太夸张了 这简直是 是无前例的一次创作 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朋友们赶快 咱们再干点什么吧 咱们 一起看看 有人过生日 好祝你生日快乐 我根本没看到你名字 因为弹幕刷得太快了 但我体验祝你生日快乐 明天过生日也体验祝了 七哥去哪了 七哥在家里 他最近长得比较胖 就确实比较调皮 所以没办法跟他互动 他最近比较调皮 好的 我还有几个月就过生了 你挺会聊 我明年也过生了 朋友 但我还是体验祝你生日快乐 好吧 好有趣的标志 好有趣的标志是个猴 看不出来吗 是个猴头 明年过生日 好的 祝你生日快乐 这弹幕太快了 朋友们 我的眼睛已经快 我尽量抓取关键信息 有人说 说自拍 我自拍的还少吗 朋友们 我最近自拍已经是超破极限了 好吧 多吃点 我会多吃点的 少少少太少 不是自拍吗 肯定是要拍的 有东西才行 对吧 九公格没意思 十八公格 再见吧 我直接出本写真集 送到你家门口 怎么样好朋友 自拍还是要有点趣味心 大家也知道 我对拍照还是 我的理解还是希望 就是有内容有意思的 可恶 也行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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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说送到家门口 好是吧 可恶 我还以为被我说服了呢 好的好的 祝你生日快乐 别听他们的 对 你们弹幕太快了 要不你们商量商量彼此 最后我们再聊最后一个话题吧 因为还有最后一分钟了 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随便来选择一下 最近训练有受伤吗 最近训练没有受伤 之前训练有受伤 但现在已经快要康复了 会有实体吗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了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知识了 这个需要问到咱们工作室的小伙伴 之后再去讨论了 但是目前估计不会 目前啊 只是说目前 我村里通往了 好的祝贺你 好了最后一分钟怎么办 朋友们我要仓促的下播了 一会我会以连续后空翻的方式 离开这个 不会的 不会没有的 永久爆炸头再见吧 朋友 今天的可能 今天的直播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还想看直播的话 请继续关注咱们的酷狗首长会 酷狗直播 没有没有斯罗根 没有给到我斯罗根 我实在不知道说啥了 好的 那就交给你们了 直接拜拜就这么 拜拜就拜拜了是吧 拜拜朋友们 再见啊 再见 下班快乐 我翻走了 下班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